大家好,欢迎大家在自由亚洲电台中国与世界的节目时段里面, 又与我们看看现在最新的情况。 今天最新的情况会延续下去的, 因为为什麽呢? 今天已经是6月3日,明天也是六四的32周年, 现在香港警方已经全部集会、集结, 以至宣传这些活动,违反限聚令那些, 它完全已经很严格或很严密地部署了。 究竟今年6月4日的气氛,以至形势等等, 究竟怎样去回应呢? 再加上现在在国安法之下, 很多这一类的团体未来的命运又是怎样呢? 所以,都很值得大家关注的。所以,今天请来的嘉宾是当年1989年, 六四的时候,直接亲身在北京那时候的香港学生, 今天已经是增加了32岁了。 对我来说,已经是有头发变成没有头发了, 白头发变成黑头发了。 所以,今天要请当年人陈清华来回顾一下, 然后,也要看看眼前的形势。 当年你在北京的情况,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,有照片都看完了。 或者,你看看这32年来, 你觉得这32年来,有什么变化, 或者有什么没有变化? 你觉得呢? 是,谢谢夫子。 我是陈清华,大家好。 当年是代表香港学联, 在北京升援学运。 我是适逢最后一个星期, 上到北京, 清眼见证了,夫子也有见证到的。 就是,由民主女神像的建立, 天航大学的开张, 到直接屠杀的发生。 现在,香港的情况, 我估计跟北京当年进压之后, 可能已经是双叉无忌。 因为, 在进压之前的北京,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。 我想,很多人回顾这件事的时候, 在这个位置, 可能未必再有留意到, 就是当年的北京, 其实, 起码在那几个月内,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, 相对来说, 是比较宽松和自入发病意见的时候。 即是在镇压之前的? 是的, 镇压之前的几个星期, 甚至两个月, 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大机会有学潮。 才有这么大机会有所谓的民间团体, 很多公民社会很短时间的爆发。 其实, 最初的诉求都是很四正的, 即是最初的诉求都是说, 反贪腐, 一些很仁所共, 擁抱的东西。 但是可惜, 在这一刻之后, 我们经历过屠杀的人, 即是眼见到, 无论在草安街上, 还是在医院里面, 在港场的旧商站里面, 那些为了持守一个简单信念的人, 学生好, 市民好, 他们所流的血, 所厌的呼号, 我们都是永世难忘。 所以来到香港的时候, 继续都是全阳。 因为其实我想当年的北京, 人们都可能想不到, 今天香港会变成这样。 刚才提到, 六四镇压之后, 当时的情况, 和今天香港的情况, 已经是相差无几。 具体一点, 你感觉到现在香港的情况是怎样? 其实香港的情况, 到了今年, 已经是很直接的了。 虽则就是说, 最初支联会去举办, 原本以往许以往, 举办一些游行悼念, 或者明晚的烛光晚会悼念, 政府最初都用上年的理由, 就是说防疫这些理由, 所以不搞。 但现在就越来越明显了, 这几天的状况, 因为见到警察, 最初只是说, 因为你们的集会员不批准, 所以他们就要部署, 在维园附近, 看到有可疑人物, 就会去折查, 甚至拘捕。 但到今天所放的消息, 已经是告诉大家, 已经不仅是维园, 他们打算在全香港, 部署六至七千个警察, 又试问一句, 那还是为了防疫吗? 如果连为各区, 有些市民自发, 在不违反任何限聚令, 或者不违反任何防疫情况之下, 都不能举纳热, 但现在似乎, 警方的部署正正告诉我们, 防疫只是一个去防的招, 他根本不想再悼念, 而那个不悼念, 官方的说法, 说法是防疫, 做就已经不是, 而一些不是官方的团体, 其实背后都是有不同人的怂恿, 你看到甚至天主教教区, 原本有七间教会, 明天是想着有一个叫做, 他甚至没有说是六四悼念, 总之是一个, 一个记忆和悼念的万会, 都没有提到六四, 但是今天大家都看到, 有些人走到他们的教堂门前, 说他们是邪教, 说他们明天做的事是违反国安法, 所以整天昏迷告诉你们, 其实现在这一刻, 政权和他的支持者, 已经对六四的全城民回忆, 是作罪于全民的打压, 亦都是赶明会逮捕,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, 其实真的是和北京镇压之后的情况, 其实已经是相亲无忌了。 刚才提到, 大家想着, 比如说拆边球, 在法律的边缘, 大家想办法, 但现在似乎官方的做法, 连你这些拆边球都不准, 接着就说, 即使你拆边球, 他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搞你, 不穿黑衣, 因为有人敷着穿黑衣, 你说我不穿黑衣, 我穿白衣行不行呢? 我不拿着蜜烛, 我拿过摄影机或者手机, 如果是这样, 他的一种思维就你所感觉, 他的一种思维就是无论你如何, 只要他联想到你是悼念六四的, 他可以搞你, 如果去到这样的来说, 这个就真的不, 你说是否白色恐怖, 还是不明白出来的一种阻吓? 是啊, 也不是白不白色, 好像早两天, 支联会没有搞到集会, 没有搞到游行, 但是结果是王婆婆, 一个人去中联办, 都可以途中已经被拘捕, 以用的罪名, 竟然是非法集会, 接着你看看六四博物馆, 纪念馆, 用娱乐牌, 说他没有申请这个理由, 好, 又试问一句, 香港无论公共的指南场地, 还是私人指南场地, 究竟政府从来有没有要求他们申请娱乐牌, 所以就已经充分了给他们听, 法律到今天, 其实都仍然只是, 都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说法, 他就选择性的执行, 所以这个全方位的打压, 已经临到我们身上, 嗯, 那变成这个情况, 其实就是两个发展, 一个就是官方压压压压压, 好像国内那样, 压到所有六四的记忆, 是所谓深埋, 即是连浮面都没有, 另外一个就是, 在眼前这个情况之下, 可能很多人都用所谓的民间, 想出来的很多智慧, 来继续抗争, 就你的观察现在香港人, 用着第二方面, 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模式, 就你观察有些什麽, 在打压之下, 仍然是会拒绝为望, 因为现在摆出来, 就是一个, 一方面要打掉六四, 任何跟六四有关的记忆, 证据, 历史, 这个物件, 当然是尽量打, 跟着连记忆都要打, 那现在香港人呢, 六四记忆犹新的, 你觉得香港人会怎样回应, 或者你观察到有些什麽的行动, 去继续坚持六四的悼念呢? 其实夫子你也说了, 刚才你自己也提了一些方法, 例如他们不纳热, 那便会用手机的背景, 来做这件事, 又或者, 如果你不让我去集会, 那我两三个人在街上走, 又怎样呢? 但现在警方的部署正告诉你, 明天可能连出街, 他都会截查, 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档方, 即是他其实没什么, 或者你有什麽, 他都搞你, 制造一个气氛, 是, 好像明天那些教堂那样, 挂环额的, 当然不是政府自己, 但已经预告了, 他会采取行动, 其实, 都猜到有什麽可能的行动, 警方用限制令, 他未必来驱散你, 就在教堂门头, 数着你几多人出入, 因为他教堂出入人数, 有个限制的, 甚至要求所有出来的人, 他都要登记, 都是一种明显的阻涉, 当然可以在十年八载里面, 如果仍然发生这些事的话, 你可以说他的打压到断头, 是一个提醒香港人发生这些事, 但是他的算盘, 应该跟中共是类似的, 反正现在的主子, 都是同一个政府, 中共的公共的做法, 在当年的北京也是一样, 他预了一头十年八载, 他每次的, 不给人, 连烧地纸都不给, 连烧地纸上街都不给, 他预了, 其实他更加提醒那些人, 但是他的算盘是长远的, 十年二十年, 新一代, 经过现在已经被更改的教育系统, 自然就对这件事都没有认识, 慢慢, 三十年后, 好像今天, 你上去北京, 老一辈在那里生活过的人, 都还记得, 但是他不敢提, 但是二十多岁的年轻, 十个, 九个半都是真心, 不知道这件事, 这个就是他的盘算, 香港要打算这样做, 现在我们仅有的空间就是, 我们暂时, 互联网还未被强, 所以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方式, 无论是一些传讯, Youtube, 不同的方式, 去做一些事情, 但是这些事情, 还有多少空间, 都是未知, 因为, 他逐步未来, 亦都提过, 例如说, 会有一些所谓的假新闻法, 假新闻法, 这个假字的定义, 一定去到官方那里, 到时, 他不需要去屏蔽脸书, 不需要屏蔽YouTube也好, 你一个香港人, 就去, 上面传扬一些东西, 他原来是假新闻, 然后告你, 虽然他一定不需要, 个个都告了, 他只需要告几十人, 其他人就已经不敢再做, 所以到时究竟的方式, 可能只剩人全人, 唯有剩回去, 但这个都是, 究竟时日到多久, 都是看下, 叫做争俗而已, 香港人暂时的好处, 就是香港人用的很多传讯方式, 这些公司背后, 仍未是中国控制的, 这里是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, 我们看到, 暂时来说, 是有一段时间, 还会得到的空间, 其实实体的空间, 你可以说, 一个实体, 而有罪众做的空间, 我会这样回答, 是越来越少, 我都很相信, 在未来三至五岭, 差不多这些实体, 罪众的空间, 几乎是归零的了, 今年又有一个现象, 大家在观察中, 又未知未来是怎样的, 就是过去, 曾经提出, 对六四的悼念, 或者五大纲领, 新火相传, 曾经试过, 有短暂, 年轻人都会觉得, 这个都是新一代, 大家有关心的, 因为又回归了, 所以五大纲, 建设民主中国, 大家都有一些认同, 但是, 自从2014年, 那个雨晒运动, 普选, 下集, 之后, 大家都觉得, 五大纲领, 什么建设民主中国, 和我有什么关系, 变成凝聚青年人的力量, 其实是少了, 但是, 今年, 有些人观察到, 你这样, 连一个表达悼念的机会都没有, 接着, 国安法之后, 出现了很多对青年人, 本来有的权利, 是没有了的, 所以, 今年六四的时候, 在打压之下, 反而就是青年人, 关心六四, 以至说, 用他们自己本身的方法, 不违法的, 他们会有很多创意出来, 你怎样看, 这个青年人, 在今年, 官方, 这么打压的情况之下, 青年人的趋向会是怎样呢? 这个趋向, 暂时都可以说是一个, 暂时这一刻的, 一个两缸, 一个, 卑微的希望, 好像夫子你所说的, 就是, 在战狼之前, 根本是大家都一片眼无全, 所以, 简单说, 到这一刻, 大家就会团结到一个最基本点, 就是持守真相, 以前夫子你提到的就是, 当香港仍然有, 真正的自由讨论空间的时候, 大家就着策略, 做法, 手段, 会有很多的讨论, 或者分歧,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健康的做法, 但是在现在, 一言堂的情况之下, 在政权一言堂的情况之下, 其实就已经不再存在, 那再剩下的, 只剩下最基本的, 最基本的, 真相和自由的格守, 到这个位置, 有些年轻的人走出来, 愿意这样做, 是很令人欣喜的, 但我又会见到, 这帮年轻人能够发挥的空间, 我也是这样看, 即将来几年之内, 可能仍然有, 但到课程都改了, 十几年之后, 究竟还有没有人, 在学校可以知道这些事呢? 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, 我发觉不是很多人提出, 很多人都会说, 学校害怕, 校长老师害怕, 所以没有胆, 所以不敢说, 很多人都会说, 不是他们没有胆, 因为,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, 就是原来在教育系统里面, 以往一些教育局的措施, 通常都真的, 好像正常那样, 分层级的, 即是说, 普通的措施, 有些老师去看, 校长签署, 交得报告, 牵涉财务的, 就是校长签署, 被校监核实就可以了, 但我想和夫子说, 我亲眼见过这些表格, 国安法的全部文件, 无论是一些教学的指引, 学校要定期匯报一些进度, 或者匯报一些叫特殊事件, 竟然,我想和夫子说, 是全部这些表格, 是没有任何校长签名的位置, 没有措施签名的位置, 只有一个签名的位置, 竟然就是校监, 其实这个意思, 共产党很聪明, 是清楚告诉所有学校, 你不要打算请英雄, 到时问责的, 是整个教学团体, 所以对校长这个情况, 是清晰不过, 没有人可以这样做, 因为你都明白, 一做的话, 今次拖累的, 不是我自己一个导师, 一个校长的个人职位, 或者名誉, 是整个团体被问责, 所以这么简单的举措, 都反映到今次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, 它对香港, 即是中文人民共产国, 要重新行使牢牢管治, 包括了议论自由面的材制, 包括了反送中, 包括了现在的六四的材制, 其实会见到, 它是很有规划地逐步去做, 所以我认为, 其实现在的香港的教育, 几年之内, 起码在这些相关的自由上, 其实跟国内完全看齊, 那变得这个未来, 大家再看其他, 选举制度的所谓完善, 实际上是更加收紧, 传媒, 经济, 再加上现在, 其他各种的历史上的改变, 或者很多历史素材里面的材料, 现在有些公众图书馆, 慢慢慢慢已经没有了,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来说, 现在大家怎样用紧有的空间呢? 眼前, 要不就什么都不走, 要不就在比较普遍的情况, 就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之下, 去争取一些表达, 所以现在有些人就会怎样呢? 在街上一见到有, 咦? 和八九和六四有关的, 譬如说, 那条街有八十九号, 有六十四号, 搭车, 可能车牌有六四, 就拍手它, 全部放上网, 就是延续一个记忆, 其实作用都不是很大的, 除了这些之外, 还有哪些你是觉得可以, 仍然在有限的空间里面, 来去争取最大的表达呢? 其实现在的表达方式里面, 我想这一刻, 没有解释文法之前, 还可以用网上媒体去进行, 很多人都有在做, 即是拍片好, 讲完事的真相好, 甚至就反一些简单的事实的辩论都好, 都是好的事来的, 但长远来说, 随着解释文法, 都很可能是一年半载之内, 加上现在的立法会, 基本上是, 除非是直接牵涉到他们背后的一些利益, 如果不是现在的立法会, 基本上是, 你想想这次的完善选举制度, 对我所说, 都是很快通过, 到时立法会很快, 所以现在这一刻, 我们还可以用网上媒体, 之后呢, 其实就靠回, 好像国内那样, 用人传人的方式, 把这件事继续保留, 好像今天的国内, 九十几百分别的人不知道, 但还有几百分别的人知道, 即是保留火种? 是的, 保留火种, 因为我永远相信, 即使国内这样的氛围也好, 我所认识的一些港票, 都会见到就是, 一百个人里面, 是的, 在他的制度之下, 令到三分之一的人倒, 不打算理任何东西, 有三分之一多些, 甚至相信他, 都不会打算信任何东西, 我们都要归因, 即是把眼前一些物质上的美好, 归因了政权所赐给他, 其实他在哪里, 还有两成多的人, 有些是存疑, 然后再少一些, 一百个又一个半个, 其实他就是真正知道, 发生什么事的人, 为什么会真正知道, 有个别, 是真的来到香港才知道, 去到外国才知道, 但也有再个别一点, 是父母告诉他, 这些就是对我来说, 如果香港的情况, 好像过去三十年的国内那样, 即是说, 我们面对这个这样的, 完善制度之下的香港, 新香港, 言论已经变成国内化, 那剩下来, 最可能能持久的方法, 都是人全人的, 嗯, 当然这个会很可悲, 但是, 环境去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来说, 我想最根本, 最原始的方法, 大家都会想的, 即是等于当年元朝的时候, 大家都可以用月饼, 来传递消息, 那现在呢, 有时可能去回复最基本的, 有时可能寄信, 寄信可能比互联网更安全, 那接着呢, 面对面, 那样, 如果是这样来说, 大家就开始想一个问题了, 你说在过去, 香港都有一定的空间, 那现在呢, 国安法这两年出现, 那接着就打压, 那有些人就计, 咦, 百年一遇的, 那样, 撞在一起, 所以它特别硬的, 那明年呢, 又可能会松回了, 那另外一个估计就是, 去年呢, 都没有了, 今年又没有了, 今年的气氛, 还做得那么紧, 跟着呢, 就说牢牢掌握香港管治权, 那样, 全面, 那样, 那所以呢, 今年过了, 明年呢, 或者以后呢, 会继续更紧下去, 一个呢, 就是, 过了一百周年, 他不会和他相冲的, 明年会好些, 一个呢, 就是很紧的, 那你的估计是怎样呢? 哦, 在过去的八至九年, 当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, 我们见到的, 刚才夫主席说的那种, 很周期盛的状况, 我真的逐渐逐渐看不到, 即是, 在胡锦涛, 即是, 在胡锦涛, 温家宝年代, 是真实存在, 夫主席说的情况, 他们都真是按照一些, 特殊的安排量需要, 去做松同警, 所以就会见到, 你刚才说的例子, 内地现在都有松同警, 但是松同警, 不是在于, 发言上的松同警, 很多时候都见到他, 六四前, 就将一群人失踪了, 六四之后, 就放那群人回京城, 但不代表你说到话, 他继续监视你说话, 他只不过怕你不过一切冲出去, 所以人都移走过来, 他只不过一切冲出去, 而我们见到, 现在的中国政府, 其实真的不单止对六四, 对香港, 他对整个世界, 对整个亚洲的盘算和做法, 已经变成一个, 我们几十年来没有见过的中国, 这种走势, 我看不出, 一天在现在的走势, 现在的党领导之下, 会有转变, 这也是习近平, 为何要移除他的任期限制,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原因, 即是他要走的方向, 是一个一贯地的全面控制方向, 所以我看香港, 我就会这样看, 如果是习近平刚刚上投了几年, 我也未知他的状况, 或者是胡温年代, 我绝对会同意, 这个因为党庆会压, 之后会松, 现在我希望这样是对的, 但我会自己估计不是这样, 我会估计只会是, 有些人用加速来形容, 即是我形容的加速, 只会持续, 甚至是会更快, 是吧? 是的, 因为香港未去到他的地步, 我很记得早两个星期前, 当支联会的申请未被拨回, 但也估计一定会申请, 即是一定会阻止申请, 我很记得当时, 支联会有些常委, 还会公开说, 就不信大家抓紧立足, 站出街, 警察都会逮捕你, 今晚警方的说法, 就是告诉你, 我知道拘捕你未必能控制, 但不代表我不拘捕你, 其实王婆婆的例子是不一样, 上到法庭, 我觉得王婆婆只要不说错话, 我并想象不到, 为什么可以用非法集会, 你能控告他, 但是警方又有权抓人, 这个我相信他会逐步做, 即是他要制造一个阻吓的气氛, 是的, 没错,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, 大家开始要关心一件事, 刚才陈清华提到的, 不是今年碰巧, 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喜庆日子, 不是喔, 原来这是一个长远下去, 不断收紧收紧收紧到压扁, 整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就不是单单看举办的活动, 而是看团体本身, 你怎样观察, 现在这一类在官方眼中, 是相当它认为刺眼的, 甚至上可能是一个象征来的, 或者是在组织上带领着一种抗争的力量, 你怎样看这一类组织的未来呢? 这个组织的未来, 其实都不开名说, 有些你会看到, 就是它分化不了, 即是它一定是采取分化, 如果可以那些, 但是它都知道, 你组织是无法分化的, 可能人员比较少, 或者一直多个, 团体性都极高, 那些你会看到, 就是完全用打压, 用不同的方式的打压, 直到你组织收缩为止, 另外一些政团, 你见到它, 它看到有得分化, 它就一定尽做, 一方面跟你说, 你去参选, 什么什么什么, 但一方面, 它是会锁所有人进去, 但是竟然还有人会说, 都是我们选, 这个就是它要的东西, 即是说, 到有一天,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, 都给你选, 还要选得出, 你就不再是一些民主派, 而是国内终于用名称民主党派, 这个就是它想做的事, 所以这些团体的命运, 基本上你可以说, 只有两个, 一个就是逐步将你, 乐观一点, 就只是边缘化你, 不乐观一点, 甚至一定要拆散, 甚至拘捕一些人, 支联会就是这种例子, 因为我想象不到, 支联会有什么空间, 是被它分化到它合议, 因为支联会从头至尾, 最起码的东西就是导入六四, 导入六四, 就算你放弃什么一党专政, 什么什么都好, 你不通连六四的血腥阵压, 你也不说, 但是, 它身陣压, 还不是触及了它的底线吗, 所以这些团体是无路可退, 它采取的, 就是边缘化, 直到它消亡, 但有些刚才我说的那类团体, 目标没有那么单一, 可能比较广泛一点, 它寻求没有方式, 可以将它分化, 欲宣这些说, 就是你自愿清党, 你不自愿清党, 我帮你清, 就是这种方式, 其实, 刚才提到, 大家也观察到近期的一些现象, 就是民间的声音, 所谓民间的声音, 就是说, 你们提到五大纲领, 他们集中火力去光一个, 就是结束一党专政, 如果找回当时的文件, 这些很容易找回来, 就是说, 所谓结束一党专政的重点, 那是结束专政的, 不是结束你的执政的, 再加上, 就是说, 现在外国都是一党执政的, 但是它在一党执政的时候来说, 它很多有社会的平衡, 政党的参与, 他们的立法机关, 国会等等, 都是你一党执政的, 但是你不是专政的, 所以, 如果是继续争拗下去, 你说结束一党专政, 违反显法, 又不是, 它都是说, 多党合作, 在这方面来说, 你觉得现在这个策略, 供它一点, 那是否同样可以将其他四大诉求, 四大纲领, 什么追究逃习警察等等, 是一下, 就是一转多丢, 这样去抹杀, 接着就是, 所谓一切归零, 全部清灵了, 你现在, 你觉得他们现在的策略是否这样? 我想夫子, 你说得很对, 这个就是他的进路, 但是我又想指出, 很多时候我们香港谈的时候, 会将共产主义, 和列宁主义混为一谈, 现在中共正在行的, 其实是列宁主义, 就是说, 一个一党, 就是永族的执政, 那党就代表人民的利益, 所以, 你用一些西方一点的, 或者叫普世一点的语言, 我讨论这些字眼, 其实对他的意义不大, 所以你告诉他, 因为他对他来说, 就是他不容许轮替, 所以永族的意思就是这样, 但这个其实, 不是共产主义, 最初的根本, 这是列宁主义, 就是说, 苏俄第一个正式的共产政权, 他扩立的时候, 就将这一套模式, 转变成列宁主义, 就是一个一党永族, 不存在一个真正的轮体, 所以这个才是基础, 所以那个字眼, 其实他很明显, 只是我们坎动了, 坎动了的用意, 就是让所有人看到, 你会让步, 你会让步之后, 正如我所说, 他为什么会接受, 正如我所说, 因为现在不是, 纷纷不是胡温, 即是同一件事, 如果胡温年代说出来, 和现在是两回事, 胡温年代的强硬, 俊宇赛, 你看到是因时审时度势, 今天看到中国, 对外那一套战狼策略, 我真是很老实, 看不到有什么审时度势可以, 亦都没有划分, 有些事它硬, 有些事它软, 有些事它软, 可不可以告诉我, 有哪一次是远过的呢, 无论对什么国家, 它都有强硬, 披移, 威胁, 甚至对它原本想拉拢的欧盟, 它都会说, 你们欧洲人很清楚, 什么叫做, 种族灭绝, 而在在是德国的外长, 这些说话, 胡温年代是会的吗? 它不会的, 又试问, 这件事和中国百周年党庆有什么关系, 当时整件事是说贸易人权, 其实老实, 很多欧洲政府和中国很乐意在做生意, 他们的位置没有那么强硬, 其实整件事, 胡温年代完全不需要这样说, 但你看到它有分别到吗? 我看不到, 所以如果连中国对着海外, 美国这一刻阵势强硬, 它硬我明白, 德国有硬过吗? 没有, 但是它用相同意义, 所以如果对外都是这样, 香港对它来说, 是更牢牢而控制的地方, 所以我的看法是悲观的, 我就觉得以往那种, 按它一些特别的需要, 又进又退又收又放这种状态, 就算不是没有了也好, 已经变成会相当有限, 而香港它未竟全功, 它还一步一步要做下去, 所以我简单的看法就是, 这个百周园党庆, 它可能会再问和嫌一点, 但是过了之后, 会不会变回一年前的香港? 所以未来的路只会越来越艰辛, 无论如何都好, 我想这个就是, 从民间的角度, 亦都要考虑很多种回应技巧, 所以今天是很多谢, 陈清华当年在北京, 直接支援北京学运当年的香港学联代表, 然后亦都这么多年, 继续关心香港社会民主发展, 这件事仍然是要靠大家努力去承传, 做到多少得多少了, 今天亦都很多谢大家在自由亚洲电台, 中国与世界的节目时段里面, 来大家继续关心, 力所能及关心多少, 讲到多少就讲多少的六四了。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,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,祝大家平安。